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不容易了 也就是因为航空母舰的技术难度大 并且造价成本非常高 所以它没有办法实行非常大规模的制造 每个国家拥有的航母都是比较少的 它对威力巨大又不好研制 所以一旦哪个国家在航母上得到了重大研究突破 那这个国家的武器装备上就会占很大的优势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整个航母上面可以搭载85架战斗机 并且号称20年都不用加油 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航母了 它就是来自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这艘航母在1975年正式被美国海军所启用 在这之后 美国又根据它建造了共10艘同型的航空母舰 一直到了2015年 新型航空母舰正式服役 这一类型的航空母舰在这数十年以来 一直都占据着美军 甚至全世界最大军舰的头衔 它的吨位非常的高 空间面积也非常的大 长度一共达到了332.8米左右 它的排水量为10万吨 在它正常行驶时 光是浮出水面的高度就已经达到了几乎20层楼那么高 据这可见 它不会是世界最大军舰 整艘航母可以容纳6000名船员 船上共有22个生活空间 其中有11个房间可以用来存储食物 7个房间用来存储货物 另外还配备了4个冷藏室 如果将这些物资全部填充满的话 整个航空母舰上存储的物资 能够让这6000名船员在海上生活3个多月 当然作为航空母舰来说 搭载武器才是它最为重要的用途 上面一共可以装下300万吨加轮的燃料 可以共同搭载85架战斗机 足够的燃料供给 可以让它维持20年不用加油 但将大量的燃料存储在一起 满足战斗的需要的同时 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 如果它的油箱一旦被击中 那么就相当于在海上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整个航空母舰都会瞬间爆炸 所以即使它的威力巨大 使用它的军队仍然需要非常小心 希望我们国家以后也能见到出一艘这样的航母 你觉得可以吗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兽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